現在狂轟猛打的當然就是侯友宜 他之前文大宿舍也是現在的凱旋苑 在今天的最新的是我們看到林俊憲 這是賴清德的頭號子弟兵立委林俊憲 他指出了依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租金水準的區間表來試算 凱旋苑每月租金的平定區間的價格 是在16000到29300 那當然這個是侯辦的發言人吳亮賢說 林俊憲為了繼續抹黑侯友宜 反而他秀出了這個 租金的平定區間的這個數字 這是官方數據 反而證明了凱旋苑每月16000的租金 不但符合市場行情 更是市場行情中的低價 重重打臉賴清德也還侯友宜 以及家人的一個公道 我們的小編就是文化大學 他也住過 他住過之前的就是 凱旋苑的前身 這個大群館 同時他也在附近租房子 他對附近的這個 租金的行情太了解了好不好 好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說他已經畢業很多年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是在今天早上最新 12月11號上午PO出來的 走路離文化大學三分鐘 好那裡面有什麼這個是 我們看到這個是雅房是不是 對是雅房 好房租每月8000元 還要另外收 水 水費100 便費令計 好那就告訴你 這是怎麼樣 所以這是這個 目前的整個空間結構 所以他到現在為止 16000塊 凱旋苑降的一個價格 其實就是 行情價 說只要文化大學 都心知肚明 他們講的甚至有說什麼才8000 9000 那個其實都已經是有一段距離了 好那不管怎麼樣 回過頭來現在他們打的只能打觀感 只能說啊你是包租工啊 因為他沒有 違法的問題嘛 他從頭就是合法合情合理等等的 那現在他們就打說 你是不是 很貴 那你是不是一年收租金2000萬 結果現在你要打租金這個東西 不是你秀出這個數據不是證明說 凱旋遠還好啊 對啊 他們有秀的特別 對啊 千萬我跟你講因為主要是因為賴皮疗的事情啦 他們故意要拉猴瑜下水 但是這兩個本質就完全不一樣 大家都很清楚嘛 一個是合法的 另外一個是違法的嘛 你拿 你拿合法東西來唯一唯就造違法的東西 大家也會覺得非常奇怪 所以他們現在因為也講不太下去 所以各種造謠 我今天看到最好笑的新聞是這一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 胡冠霖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標題叫做 凱旋苑 侯妻 婚權繼承 卓冠霖踢爆 踢爆太可惡了 其實不是婚前啊 是婚後13年才取得建造 我跟他解釋一下 這不用你講我都知道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 侯友宜實際上他自己都解釋過 為什麼會有這個大群館的事情 是因為 其實是一個比較 比較不好的故事啦 就是說他的兒子嘛 因為曾經在一個火燒車的事件 不幸往生嘛 然後後來他的岳母就很不諒解他 就說我好好的一個孫子被你顧到往生 你這樣對得起我們家人嗎 他說算了啦你如果真的很想要 用你的刑警啊保衛國家 那我們剛好山上有一個地嘛 那娘家要出錢去蓋了這個 就以前文化大學的大群館 現在叫凱旋苑 蓋了這個房子 然後 透過收租的方式當作 他們家裡的一個無後顧之憂的資金 所以你有聽過這個故事 你都知道 凱旋苑 他是婚後時候才建的嘛 對 那婚後才建的不就婚後才有建造嗎 那你今天到底在踢爆什麼我不懂 這個人家就已經告訴你了嘛 所以 假裝好像 你說謊啊 你這個東西根本就是婚後才建造 本來就已經告訴你了嗎 踢爆什麼 踢爆什麼東西 就是在混淆視聽嗎 就混淆視聽 講得好像一副就是你說謊被有抓到感覺 實際上就是你中文有問題 理解力有問題 然後 再來就是一些錯誤資訊在那邊 數學也不好你知道嗎 他們不是一開始講說 凱旋苑租金非常貴 自從變成凱旋苑後 這個租金漲了五倍 五倍怎麼算的 後來大家仔細去看 原來是因為 以前大群館是四人房 兩個上下鋪一間 一個人一個月三千塊 那海旋苑是單人房一個月一萬六 他用一個人 單人房一萬六的錢去除以 四人房一個人三千塊就漲了五倍 有人這樣算了嗎 你說為什麼我這個香腸的 這個費用這麼 這麼便宜 但你吃牛排這麼貴 為什麼呢 你貴了五倍 廢話了 一個牛排跟香腸可以比價錢嗎 你真不理解他們的智商你知道嗎 所以我認為他們就是說 已經都沒有東西可以打了 就是 各種造謠抹黑 全出 好啦 那你說單人房一萬六是不是貴 結果你今天剛剛 千惠你念的那個新聞 林俊憲去試算 說社會住宅 行情表 說這個凱旋苑一間 大概是一萬六千塊到兩萬多塊 那現在 凱旋苑一間租多少錢 一萬六 所以 按照林俊憲的行情表 一萬六是低的 對啊 最多到兩萬九千三 可以算到兩萬九千三 但他只算一萬六 那請問一下 你現在還在那邊說人家剝削 是說幾點的 我就聽不懂 所以 他們講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被打臉 然後那你道德綁架 這就是道德綁架 最好你侯友宜 這個房子 都免費給人家住 你要選總統 應該免費給人家住 但是 選戰有這樣打了嗎 以前 蔡英文也是很有錢 大家在質疑他 他曾經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的名字 去買了內湖的重劃區的地 買了十五塊地 買了十五塊地 後來呢 就被蔡振元 他們講說 他草地皮 賺了1.8億 結果民進黨很生氣 開記者會 造謠 你造謠 只有賺四千多萬 沒有1.8億 造謠 如果按照民進黨標準 蔡英文 你這些地 怎麼可以賣呢 你這些地 應該拿出來做公益 你要拿出來蓋 社會住宅 給免費 免費讓 中低收入戶人住 有這樣子嗎 國民黨有這樣去要求他嗎 你只要是合法的 你只要是 正常的 而且你也是 低於行情的 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而且更何況就是 當初實際上 那個 千惠你剛剛提到 你們小編有住過大群館 大群館是很好的 一個宿舍 是一個非常好宿舍 可是就是2018年的時候 被政治鬥爭 所以被迫跟文化大學解約 解約之後才交給新光人壽 變成凱旋院 凱旋院 重新裝潢 有保全 有各方面 有翻新什麼的 然後 就交給新光人壽 去做管理的 物業管理的動作 那 後來的租金也都是 新光人壽 在管理嘛 那 侯友宜這邊就是 每一年 一千 一百五十萬的租金 租給他們嘛 他從來沒有掌過租金 那你現在如果嫌 一萬六還高的話是誰害的 是你民進黨害的 人家本來好好的 租給文化大學 你為了政治鬥爭 害得文化大學 沒有地 沒有素 沒有那麼好的宿舍 然後現在又開始 好像假裝站在年輕人那邊 去罵這個凱旋院 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是看不下去 所以 2018年為什麼 民進黨越打凱旋院 反而 反而他們大敗 那一年侯友宜是 大概贏了29萬票 你覺得這次傷不了侯友宜嗎 我覺得大家心中有一把尺 就是說民進黨你為什麼要 人家一個合法的東西 然後 現在看起來行情也沒有說收行情高的錢 而且又是他娘家的物業 你現在被迫 被迫去清算人家娘家的 娘家的財產 然後人家現在說好 那既然你這樣要求我 我就把空房子 空屋呢 幫助弱勢 他就先用 因為還有合約在嘛 所以他就用捐錢的方式 讓 讓這些弱勢的人可以進來住 然後兩年後解約了 去做社會住宅 那都已經 好你要求我們這樣子 沒關係 那我就這樣子做 你還要罵 那到底是怎麼樣嘛 那大家就會覺得合法的東西 可以這樣嘛 反觀你賴皮療 凹到底 民進黨你們在講 別人家的違建 是怎樣的 你是因為你一直講人家 人家在講你嘛 對不對 你講人家違建的時候 只要有人家有違建 虎怪你假設他就有違建可能沒有啦 假設有違建 他們就是會 這個 又多正義的延遲啊 把你講得十二不赦 好像你有違建你就是 千不該萬不該 你就是應該下十八層地獄 可是當自己人有違建的時候 各種護航到底 各種謊言 民眾看的是雙標嘛 民眾問那為什麼 神也是你民進黨 鬼也是你民進黨 民進黨執政 講什麼 怎麼做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會有這個反作用力回到 那個賴清德身上 凱旋院和萬里宅 現在到底對誰會比較傷 因為這個萬里宅 也就是賴疲勞這個部分 老縣長前南 台南縣長 而且還是民進黨籍 前民進黨 台南縣長蘇患志 他一開始他就有講 他就是說 在2007年賴清德母親過世的時候 他有去上鄉 他說地點 並非如今爆出違建爭議的 萬里中福禄84號 而且呢 過了兩天因為這個民進黨 就是賴辦這邊有說 縣長 要不然就是 寄錯了 那當然 另外一方面 某種程度說是不是 有個案子他說謊 但是賴清 這個蘇患志呢 在27號再解釋 他說有人去翻出當年 賴付礦坑事故的簡報 的確我們昨天秀出來了 上面寫的清清楚楚 賴清德老家的地址 是中福路 31號之2 而且當時陪他去撵鄉的 顏存左 副縣長 也在質疑說 我們當年去上鄉那個老家 他好像不是那間 好 反正 賴辦就一直覺得說 有可能是不是老縣長記錯了 沒有這回事啊 郭正亮就說 賴清德2009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當中 只有土地資料 沒有建物資料 賴清德顯然是知道建物不能申報 事實很清楚 賴清德在員工僚處蓋了房子 孝順母親 母親後來在那裡過世 賴清德是新潮流 蘇漢治也是老新潮流 去質疑的時候就發現 好像 地方變了 所以這個 郭正亮酸 說小心喔 不要到時候弄不好 老新潮流 通通 抖出來了 漢廷 目前呢 不論是打 柯文哲的農地 或者打侯友宜 所謂包租公 民進黨關鍵都是要去守住 當初因為賴皮療事件 流失的 的綠營 賴皮療事件剛爆發的時候 確實民進黨的民調是有跌的 但是現在呢 發現止跌 然後又回升了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確實在這一波的攻擊當中 民進黨透過 哎呀你看 他們都來欺負我賴清德 我真可憐 我已經拿去做公益 及時的能夠止血 並且能夠把攻擊的焦點 轉移到了在野的兩黨 告訴自己的選民說 在野兩黨更可惡 為什麼呢 你看 我賴清德都拿出來做公益了 他們兩個人沒有拿來做公益 而且呢 侯友宜還是所謂的 欺負跟坑殺學生 而且現在民進黨都已經要求 所有地方都要配合來 掛刊板跟做廣告 就打你所謂包租公的形象 那當然第一個在事實層面上來說 侯友宜是合法 而且呢 民進黨賴清德是非法 侯友宜也馬上都做了 超乎法律上面的道德 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賴清德呢 還是非法 他連應該要有的道德標準 都沒有 但是賴清德方面 民進黨方面 打的就是所謂 你包租公 你形象就不好 目前已經完全的 就單純進入到 所謂包租公形象戰 沒有在跟你談法律啦 沒有在跟你談什麼契約 否則人家契約也是合法的 這市場機制啊 那學生也有說住的還不錯的啊 但民進黨沒有在跟你管這個 但是這一波呢 雖然短期之內有效 長期仍看後續公房 為什麼呢 第一個 那你等於是完全否定了 好像房東的一個正當的職業 那再來是 民進黨難道就沒有人當房東嗎 民進黨那麼多人底下的財產 就是土地跟房產 數十筆的都有 那難道他純粹屯房嗎 你要嘛就是屯房 要嘛你也是當房東 你也是當包租公 所以你民進黨有什麼臉去質疑別人 所以從今天開始 侯漢廷 歡迎大家共同去查 民進黨的財產申報 對吧 持有房產超過兩戶以上的人 大機率就是當包租公當包租婆嘛 所以如果現在民進黨狂打 你侯有意包租公啊 是罪惡啊 那請問一下 其他的包租公是什麼 那民進黨的包租公就不罪惡嗎 民進黨的包租公就是租給弱勢 有嗎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合約拿出來看 何博文講得更誇張 怎麼可以不交水電費 就斷水斷電 那請問你民進黨當包租公是水電費全免嗎 也沒有吧 怎麼可以這個宿舍留下來垃圾 還要房東負責 房東不負責 那所以未來我們跟民進黨立委租房子 然後呢我們都可以把垃圾一丟 房東來清理嗎 那可能因為民進黨都覺得 哎呀這個 房租一定要8000元啦 房東還要喊早餐跟接送 這才叫做一個好的房東 但顯然事實上是脫節的 所以現在呢 好我們就送槍 給全台在野黨的立委候選人幹嘛 立刻徹查一下 你的立法委員競爭對手 他底下有多少的土地跟房子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在把包租公當成負面形象佔的 是民進黨啊 不是別人 就是民進黨 所以如果民進黨現在全台告訴大家 哎呀只要包租公就不適合來當公職的話 那麼現在民進黨的一半以上的立委 通通都沒資格 先前因為新聞才有報啊 民進黨自己不分區的 黑熊院長沈柏陽 他投資房地產 他投資到哪裡呢 他投資到日本去了 他投資到日本 那難道天天跑去住嗎 那如果不是囤房 那就是當包租公啊 那請問一下 民進黨不分區當包租公 有資格當不分區嗎 依照民進黨自己的標準 請問一下 他沒有坑殺台灣人 他還坑殺日本人 民進黨這樣對得起 台日友好嗎 所以這種話都可以講 所以關鍵是什麼呢 就現階段我們要利用 民進黨的這一波 抹黑包租公的風向 然後全面的把民進黨自己 當包租公包租婆的事情 全面的彈出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 B 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佛菌 能產生 Gaba 色胺酸等 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 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田家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小龍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小龍星全校克菌 麻雀 有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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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龍星全校克菌 小龍星全校克菌 無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